好 不过我们持续来关注的是台海情势 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让台海局势再度紧张呢 因为现在根据英国媒体金融时报的一个报道 就说蔡总统在下个月的时候 她要访问中美洲的两个盟邦 她会过境美国加州 还有美国的纽约 届时她有可能会在洛杉矶的近郊 这边的雷根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说 而且她要会晤美国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不过呢 这篇报道里面 她也特别提到现在蔡英文她是高调访美 可能会激怒北京会导致中方的报复 而有消息人士他们是进一步的分析说 其实呢他们是采取目前的规划 蔡总统她是以过境的方式过境到美国 是比较保守的模式 因为她毕竟不是一个专程的出访 专程的访问 那在加州会晤是属于安全范围的操作 希望当然降低的是紧张情势 也希望北京可以准确的解读 好 那么现在华府的智库的研究员 她也表示说麦卡锡在美国会晤蔡英文 展现的是对台湾的支持 也保留未来还是有可能访台的空间 那蔡英文过境美国她认为是个惯例 北京是没有理由做文章的 不过其实现在有消息人士就说了 尽管说蔡英文这一次呢 过境美国她是有可能会跟麦卡锡来会晤的 好 可是呢 虽然说本来是在台北界 那现在改成了在加州会 但她认为这样的一个安排 日后还是有可能 会有麦卡锡访台的可能性哦 那有没有可能之后就引发了中共的不满呢 当然也是一个后续的观察重点 而另外呢 蔡总统她过境美国 除了到了加州之外 她也会到东岸的纽约 那她有没有可能会到她的母校 也就是康奈尔大学这边来演讲 目前当然辅方外交部都非常的低调 也都没有证实这个消息哦 可是呢 到康奈尔大学去演讲 这件事情也让大家联想到了1995年 当时前总统李登辉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先例 当时他是成功访美 而且也在康奈尔大学这边演讲 是被视为是美台的一个外交上的突破 不过也引发了后续95年 还有96年台海飞弹危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好不过呢 其实现在当然在野的立委就要问了 那你蔡总统呢 访美的话 你会无麦卡锡是一个事关重要 当然是一个外交上非常 一个具有突破性的 表态 可是呢 你的危机管理机制有建立好吗 因为大家怕的是 好 形势上会不会出现误判 导致共军再一次的围台军演呢 有没有可能引发后续的擦枪走火呢 这是台湾民众最关心最在意的议题 好 今天早上我们请到的对谈来宾 是这个台北市议员杨之豆 议员早安 主播早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 好 议员想跟你请教一下 虽然说现在对于呢 这个蔡英文总统 他跟麦卡锡的会晤 都还没有确定 可是此时此刻 当然现在我们的台海关系 还是比较紧张的 可是呢 这个行为 这个规划 有没有可能会为两岸的关系 带来一定的风险呢 因为其实呢 之前这个李彦寿议员 他就发文表示说 当然现在国防部长邱国正 他对于蔡总统 还有民进党 他可以 他用这个激进疯狂的一个国安政策 来说呢 可以说是有一点为难啊 好像是把我们台湾的人民 推向了战争的边缘 这样的危机 他质疑了 现在民进党的政策 到底是要避免两岸发生战争 还是说 其实根本就是在为中共出兵 来创造一个借口呢 议员您怎么分析 刚刚那个美国智库的研究员说 因为这个总统出访到美国是过境 是惯例 那中国大陆没有理由来做文章 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太天真的一点 那可能不知道 很多时候一些战争的导火线 都是一些理由跟借口啦 然后只是为了要师出有名而已 像我们过去对日抗战的这个序幕开打 这个卢沟桥事变 日本是怎么找借口 日本就说 我的部队里面有一个士兵 在战争的时候演习不见了 所以你们开城门让我去找 这个就是一个借口嘛 这个就是一个借口嘛 去借世界端 然后找一个知识的理由 就说我要把我的部队开到城门里面去 去找人 你如果不开城门让我找人 我们就开始打 就是很多时候战争 只是需要一个借口跟理由 然后地区上面的冲突 也都需要找一个借口 来好就是做实 不会落人口舌 不会说你干嘛 无缘无故 制造地方上面的争端跟冲突 所以任何的地区上面 不管是战争也好 冲突也好 都是需要一个借口 并非像美国的智库研究员所说的 中国大陆没有理由 来反对 其实是非常有理由 因为只要 美国的官方 等于是我们的中医院议长 过去我们来台湾的时候 那个裴洛西的时候 的确就发生了很多 试射飞弹啊 然后飞过我们台湾的 据我们民进党政府所说啊 是飞到了我们台湾的领空之上的 这个外太空 所以不但构成威胁 但其实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因为连日本都发简讯警示他们的国家的人民 但是我们台湾人却不知不觉 所以现在的情势是相对啦 的确麦卡锡如果是坐飞机来台湾 直接跟蔡英文 还有官方的这些人见面 我觉得那个冲突 当然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可是今天换个方式讲 说蔡英文难道我们今天去加州落地 然后跟麦卡锡见面 就不会有任何争端吗 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今天为什么会突然改变这个行程 本来麦卡锡有说可能要来台湾吗 变成说今天蔡英文是直接过去 当然这是国防部评估过后 觉得说这样子好像稍微有点妥协 就是不要拉高那么大的冲突 但是又可以让蔡英文去跟美国官方见面 然后创造自己的历史定位 可能顺便还可以演说一下 带几个众议院的议员一起去拜访 然后握握手然后提出一些更友善台湾的这个法案 然后他们就可以在美国的比端 然后遥控就是说 你看我们民进党让世界看到台湾 所以我们这一次总统大选一定要再继续选民进党 就是这样子简单的事情吧 所以现在过进去美国 其实就是做一个未来为了抗中保台 为了这个2024总统大选的主旋律 来做一个铺垫而已 那为了这样子的选举有必要去变成一个借口 增加两岸之间的冲突吗 对于蔡英文跟民进党而言 这样子当然是很合算嘛 因为反正我去美国得到美国人的支持 台湾就会有一些人觉得说 竟然这样子中国大陆有什么好怕的 就开干 然后我们这个抗中保台最棒 我们每个人都跟这个议和团一样 就是子弹打不穿就是这样子嘛 所以变成说只要这个筹码一直在 只要这样撒鸡血式的这个抗中保台的这个煽动还一直存在 蔡英文永远都不会放弃去跟美国的高官做见面 那我们也很遗憾 就是作为在野党 我们现在也真的看着他 逐渐在外交部的安排之上 可能逐渐要去做会晤 那到时候蔡英文在美国应该是相对安全 毕竟在美国人的保护之下 可是台海之间会不会中国大陆找到一个借口 来变成说 区域上面有一些零星的火花跟冲突 甚至这个共军的这个飞机 不断的再继续来为越界来骚扰 造成我们国军弟兄的困扰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那蔡英文为了自己的选举 为了自己的历史流明 为了民进党继续在2024执政下去 这样子去背叛我们台湾的群众 我觉得是非常不理智 而且不公平 水神的成分是什么呢 再跟大家介绍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 所以它比较温和 尽量有的人对酒精比较过敏的人 他可能没有办法说一直喷酒精 但是用水神来消毒双手的话 很安全 那怎么买呢 欢迎大家上我们的快点购网站 好就可以买到 好 好 好